打开房门宽敞明亮的客厅 厨房浴室全新装潢 这间位在东京都内三房一厅的公寓 是旅日台湾人张小姐 去年花了5800万日币买下的 日本首都圈房价近年来急速飙涨 加上日币贬值让她决定出手 他们30多年前的那个曲线到近期的话 的确是一直在飙涨 的确是有那样的感觉 然后那时候看完各种说明会以后 也觉得就是说决定要购买了 这样的趋势大概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只会一直往上升 所以说当下那个时间点应该就是最低 随着疫情趋滑还有原物料上涨等 影响日本首都圈的房价不断的上升 新建案的平均单价甚至连续两年 创下历史新高 根据调查日本首都圈一都三县 2022年新建公寓住宅每户平均 6907万日元创下历史新高 以单月份来看 今年5月跟去年同期相比 短短一年就上涨超过三成 只看蛋黄区东京都23区的话 涨幅更达到4成8 平均一户要价1亿1475万日元 比如说在疫情前的话 一平方米在麻布十番港区 可能300万日币对我们来讲 就已经是一个很高单价的 但是现在我们拿到的话 如果只要在好的区域麻布十番的话 一瓶大概都已经突破到350 不动产业者说疫情后这一年来的涨幅最明显 主要原因包括原物料上涨 以及来自海外的投资增加 乌克兰的战争 造动了一个原物料的一个补给 各方面我们盖房子的建材 那日本是一个没有能源的国家 所有的这个建材原物料都要来自国外 所以本国他们的这个名声啊 各方面尤其在建材方面成本 是上涨了非常非常的多 第二个日币也来到最新的一个低点 好那所以对于一些外国的投资的买家 这个时候他们觉得入手是划算的 业者认为在大环境没有改变之下 短期内日本首都圈房价将维持上涨趋势 长期来看日本人工作形态改变 双薪家庭增加等因素 也推动市区房价上涨 日本要再出现泡沫经济时 房价暴跌的情况可能性似乎不大 环宇新闻市区号日本东京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